好的 各位CostCop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我们开源社 圆桌的议题的主持人 我叫Richard 然后我们今天想讲的议题 其实这个议题 我当时报上去就随便写了 重点不是议题 重点是想跟大家聊聊 就是说我们自己 在开源社参与进去之后 我们在里面的一些成长的故事 以及开源社 因为有我们这一些成员加入进去 所以能如何去成长 我自己也是常年的 CostCop的志愿者之一 然后非常早的时候 其实是在台湾的自由软体铸造厂 里面工作 然后也做这个open source 已经是几年的经验了 所以其实后来到了大陆去之后 也是觉得说 我很怀念我们在CostCop的一些事情 所以希望说在大陆有这样的东西 然后经过了这些年的一些耕耘之后 我们也把开源社做起来了 所以今天我就邀请到 这边有几位嘉宾 就是有像是庄表维老师 有Emily 有Cory 这些嘉宾 对我待会请他们自我介绍 对就是他们自己 然后我们都是开源社的核心成员之一 然后今天也想介绍这个开源社 倒不是说要安利大家 就是要加入开源社 而是说希望能够大家互相彼此了解 甚至如果今天也有你在大陆的一些这种台湾的开源人 你想找到主持的 我们也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 甚至现在有部分的开源社成员也在台湾 然后也在跟我们远程协作 那总之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请这个 我们先请Emily好了 来给我们这个自我介绍一下 Emily 好 谢谢Richard Cost Cup的朋友们大家好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的话呢 那说明你一定是个Cost Cup的老成员了 那我参加过 或者说我组织过 2010年Cost Cup和Gondomation的这个峰会 然后也参加过2018年 然后Cost Cup和Gondomation 然后也是同样承办的这个峰会 然后同时呢 就是这两个会呢 是我线下 然后亲身参与过的 那我自己呢 我现在是在 我是在开源社 然后做这个理事长 今年很荣幸成为理事长 然后那那个另外呢 我另外一份本职工作呢 然后是在微软 好 我介绍到这 行 其实10年那次Cost Cup跟Gondom Asia 我也是有参加的 只是当年我还不认识Emily 对 所以我是后来从照片上看到她 她也在照片上 但是后来我们在大陆才真的认识 来 那我们再请一下这个庄苗伟 庄老师 大家好 我庄苗伟 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台湾的Cost Cup的朋友打招呼 也是很早就知道Cost Cup 然后呢也有2019年非常有幸的来到台湾 然后跟台湾的朋友一起聊天吃饭 然后做演讲做活动做分享 那一次的Cost Cup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 只可惜后来真的就没有机会再来台湾了 我本来是发愿每年都想来的 但是哎呀 因为疫情的原因太遗憾了 我现在呢也是在开源社 是开源社的理事 然后呢 同时呢我另外还有一份本职工作呢 是在华为的开源管理中心 也是在做开源的工作 OK 谢谢大家 其实别说表委觉得很可惜 我也是最后一次回台湾 就是参加Cost Cup 后来疫情 所以就再也没回去了 现在第三年了 对 希望赶快这个结束 OK 我们再请Cory 来 你也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各位Cost Cup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面孔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开源社的正式成员 然后是开源社理事会的秘书 和媒体组的组长 然后我在开源社四年了 算是一位深度参与的志愿者 然后我的本职工作 在一家初创公司 然后做着完全和开源 没有关系的事情 然后对 就是把兴趣用在了开源社 大概是这样 挺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 今天的这个话题 大家从这个 这个缩略图上面可以看到 我们有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还是想跟大家简单聊聊 我们开源社的一些缘起 甚至我们自己把它定义成 开源社有1.0 2.0 3.0之类的 这样不同的阶段 那其实我回头看Cost Cup也好 台湾的开源社群的发展也好 其实有分不同的阶段 对 所以我是想说跟大家也聊聊 然后聊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会讲 那我们跟Cost Cup 乃至于台湾的开源社群 有哪些一样的地方 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可以说说 那接下来就是想要讲到说 我们作为开源社 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点题点到 叫大家庭 我们现在认为我们是个大家庭 那我们的这个归属感 我们这个社群到底是怎么样 从14年成立运作到现在 其实越做 越做这个归属感 那个粘性越强 这一点 以及我们成员跟开源社 我们互相之间 共同成就 共同成长是怎么做的 然后最后也会分享一些这种 刻骨铭心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会 希望说 就是同这些分享当中 我们感觉 自己跟Cost Cup的成员们 当然我自己也是 两边的成员 都是有一些相同的一些这种理念 甚至有相同的基因 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分享类似的故事这样子 所以说 我们先从开源社的缘起 看看 要不要这个Emily 也跟我们先讲最早的时候的故事 我们一个一个阶段来 Richard主持人 我要抗议 为什么总是讲到这种缘起 这种元老 就要从我开始 搞得我好像很老一样 我们差不多年纪 OK 好呀 然后讲一下 其实讲就是开源社的缘起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了解的话 其实我在十几年前 然后就开始做GNUM的社区 就包括在台湾 我们和Cost Cup一起做的 GNUM Ancient Summit 和Cost Cup举办 其实那个时候 其实心里边一直在想说 其实Cost Cup 当时的那个存在的形式 在当时的大陆是没有的 然后而且当时大陆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是比较多的专项的技术社区 比如说我们有Linux用户主 比如说我们有Solaris 我们有GNUM 然后我们有Python 我们有各种操作系统的 服务器的云的等等的 但是呢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像Cost Cup一样 就是集大家为一体 就是这种 就是像一个联盟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社区 所以其实当时Cost Cup参加完之后 给我非常大的一些思考吧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开源社区呢 它其实有点像一个武林的一个门派 就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这个 看家法宝 都有自己的武力级 然后呢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那会不会有一个 我们做一个这种联合国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联盟出来 其实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community of the community 那在当时2014年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是没有的 但是其实我知道在台湾的Cost Cup 它承载了这样的一个使命 所以开源社元起的时候 就是我们当时秒着的这个方向呢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开源的联盟 或者说我们要做 community of the community 那任何事情它存在 它一定是有道理的 那所以就是说 开源社在未来发展了八年 然后所以我们才回过头去看 我们当时存在的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弥补了 在中国大陆开源社区 这样一个空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是一个开源社的一个源起 当然讲起这个开源社的源起的话呢 就是其实也跟Richard当时 然后这个也是有特别多的合作 那其实也是说一群自同道合的小伙伴 然后包括我在我们背后所支持的公司 然后其实都对开源社的成立 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然后在2014年呢 就是我们终于成立了 然后那个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1.0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对 其实我们1.0成立的版本 它有一个特色 这倒是跟就是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就是说这个特色其实是 一开始确实是由公司 由这种组织来作为呢 这个发起人 而不是由个人 就当时不论是我 像我当时在Git Cafe这个公司 或者是说这个像是Emily 当时在微软 还有各的不同的公司或社区 这样的一个成立 所以说其实它还是一个 当时就是怎么讲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一种 特殊的方式 因为它跟Costcov确实不一样 所以说这也 这也有一些好处 但是也造成了一些问题 这样子 对 所以说这个 我们要不要 也让表伟也讲一下 那我们开源社的 从1.0走到 对表伟可以讲一下 就是我们当时 遇到的这些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很遗憾的 没有能够一开始 就加入开源社 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不是一家公司 等到后面开源社 接纳个人成员的时候 我才加入了开源社 那时候还是 Thomas邀请我进开源社的 其实一开始 我们很早就认识 我跟Richard很早就认识 我们当时在这个 上海聊天 说要搞一个开源组织 最后你们搞起来了 但是没带我 这就是1.0的问题 等到2.0的时候呢 我们接纳个人成员了 对吧 然后我在2016年 终于能够加入开源社 然后呢 就成为个人成员嘛 然后后面就开源社 整个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所有的企业 都退到过温委员会 然后呢 变成纯粹个人的 一种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开源社 这是我觉得 从1.0到2.0最大的一个变化 也因此的话呢 其实 我一直会说 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只有那些 哪怕公司 对开源都不再有兴趣 但是个人还会持续参与的人 才会留下来 因为刚刚开始成立 1.0开源社成立的时候 其实很热闹 那个大群里面就无数的人在聊天 但其实都是各自代表自己的公司 想要搞这个活动 搞那个活动 等到各自的公司退掉了以后 那个群迅速的就走向这种 冷冷清清的感觉 但是等到我们2.0 大家都是个人 而且都是有热情 有意愿持续能够坚持下来的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开源社2.0焕然新生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OK 所以其实 我自己也是感受到很深了 就是说 在这个 一开始 这个企业 大家都是带着 我是代表企业来的 所以说我可能来参加开源社 是为了完成企业的一些这种指标 目标 这种任务等等的 但是 我们真的要共建 一个良好的中国的开源生态 它其实 企业的知识当然很重要 但是 是不是这群人本身 他是真正对开源有热情 有热爱 或者是just for fun 都可以 就是说 他如果企业的退掉了 是不是个人还能留住 所以某种程度 虽然在这个1.0到2.0过程当中 洗了一次牌 但是我觉得 这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就一开始先有 各种企业投入 有人有钱 然后泡沫起来之后 破了 剩下的不就是真正的爱好者 所以我觉得从 大概是17年刷新章程的时候 其实当时就改组 我觉得就很有了这方面的意义 然后其实 从18年之后 可能 我们刚刚在讨论说 可能是开源社到有3.0 甚至到疫情之后是开源社4.0 就是说大家要不要也讲一下 就是说这后面的一些发展 这样子 那表委员要不要继续 因为18年19年你也是这边投入的相对比较多的 Corey那时候是18年进来的对吧 是 对想听听看那个时候你感受到加入开源社啥样 好的 Corey来 我是18年年底进来的 然后我当时进来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 然后我是直接加入了媒体组 然后和思音节和书名节产生了很多的联系 然后其实持续了一整年的时间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 就是组织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我是新闻学出身的 然后当时正好加入的是媒体组 然后在这一整年里面 我更多的就是在看公众号的文章 然后在编辑 然后甚至就思音节会带着我去参与一些线下的活动 那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感觉就一直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就是我不断地去接收一些新的和学校里不同的东西 然后把它应用在实际中 然后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然后我到2019年的大概90月份的时候 又接触到了一件很新 就是当时对我来说很新的东西 就是我接触到了顾问委员会 然后当时我接着是程阳老师和思音节 然后推荐我去的 然后在顾问委员会里面做秘书 然后我那次是第一次 哇看到那么多大了 然后很紧张 然后甚至连老师们的名字都写不去 然后这个过程中在我心里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我开始学着要去写会议记录了 然后再往后就是正好碰到了年会 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我们还有个中国开源年会 好厉害 就是开源社还能组织一个就是中国的开源年会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去做了一个论坛的志愿者 然后并且还参与了前期的一些会晤 然后发现原来组织一场大会是这样的 就在整个过程中可能对我而言更多的就是不停的在学习 然后在接收新事务的一个过程 对其实从这个Corey的分享 这边也可以带到开源社的缘起 因为呢我们作为开始是作为一个人成员为这一个就是 呃就是这种方式组成的方式 然后呢顾问委员会其实就是说 呃我们也不会说每年呃一年一度去跟人要钱嘛 那总不能说要钱的时候才交流吧 肯定我们是会按一定时间 例如说一个季度啊或怎么样 来去跟这一些所谓的 过去曾经支出支出我们 或未来想要支持我们的这些金主爸爸们 对吧我们还是会定期的跟跟他们进行交流 所以我们做了哪些啥 我们今年开源年会想怎么做 甚至呢我们开源啊中国开源年年报 想要怎么写等等的会会进行一些种 不算是汇报 但是会会是进展的一种这个这个同步 然后他们有一些人当中 其实也是内心也是我们开源社的一份子 然后呢他也会给我们很好的一些建议啊等等 那有的确实也是站在公司的利益 那因为毕竟他就是站在公司利益这很重要 因为这个公司才会持续给我们投资嘛 所以渐渐的开源社就变成是原来由公司主导的 变成是由个人主导的 而且个人主导的时候更具有中立性 能吸引更多的公司进来去加入 这个开源的这个投资 否则一开始就那几家公司 可能大家想的是我公司跟那家公司就不同挂了 那我可能那开源社是他把持的 那我就不加入了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17年18年的转生对我们这个改变是很大的 然后第二点我也从Corey这边讲既然我们要发展一些个人成员了 那么我们就移掉很多志愿者 那这一点也是我再好已经跳到这个原作的第二点了 我就接着说吧 就是跟这个Corey的一同分析 其实我来大陆之后就觉得说 我们没有一个这个类似Corey的东西 所以我们干嘛呢 我们不能说怪说怎么没有 我们应该是new一个对吧 就是说开源人的精神就没有 我们就搞一个出来 而不是说没有就是显这显那的 这不是对 所以呢 这个改组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很多的志愿者 然后呢志愿者未必 他一开始都是笨着说 我很懂开源 我就是某个开源项目的贡献者 我就是某个什么开源社区的什么 不是这种逻辑 而是说你有意愿贡献先进来 比如说Corey就是很典型的这个 就是说反正这个私营姐 一个带一个就进来先做志愿者 然后我做媒体组嘛 那我是新闻专业 虽然说开源这东西离我有点远 但是呢我有一个这种类似 不能叫实习 但是是一个社区实践的经验 对我这个做这个 可能新闻专业也是有一些帮助嘛 肯定是有这个相关联 做久了之后就越信越深 OK是因为呢 对于我们这个组织本身呢 以及对于这群人 甚至对于开源这个议题 也逐渐逐渐的了解 然后有时候就是说 因缘分而碰上了 然后因贡献而真的 engage进来了解更多 所以其实我们开源是 在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跟Core's Cover就很像 比如说我之前像这个接触到很多 像我刚刚跟Corey会前在聊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这个对标的话 这很像我们Core's Cover的这个 Singing 对吧 我感觉人色就很像 或者说比如说假设某一些可能 这个比如说做这种赞助组 我就想到以前 哎瞎瞎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说各种不同的人 在这个社群当中都在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用开源的方式来做 能写代码的 能Coding的去做Coding 能运作社群的去做运作社群 能拉钱的去拉钱 能写新闻的去写新闻 对吧 就形成这样一个组织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 怎么讲 就是开源社跟Core's Cover 还是有很多很类同的地方 对那其实大家也可以讲一讲 比如说这个Emily早期 对吧 10年就合作过这个Core's Cover 然后后来表委19年也参加过 也可以讲讲你们的一些感受 觉得这两个社区之间的这个意统 好呀好呀 那我先开始吧 因为那个Core's Cover 我真的还是挺有感情的 就是从一开始 10年开始 因为是和Core's Cover一起主办 所以像那个Richard刚刚提到的 瞎瞎赞助组的 然后还有Bob 然后这些都是这个耳熟人小的 Core's Cover的老人 然后跟他们的合作就感觉 就是很像兄弟 其实我当时 因为当时我到那个台湾 感觉就是真的是 就是找到了这种同根同源 然后基因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团队 然后我觉得像开源社 我们其实缘起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 不夸张地说 我觉得真的是受到了Core's Cup的启发 那其实开源社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呢 也是中国开源年会 当然除了中国开源年会 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工作组啊 还会有这种大大小小的一些这种 不管从技术项目等等 我们还会有其他一些职能 但是我觉得受到Core's Cup的影响是挺大的 那我们共同的特点有哪些呢 其实第一个呢 就是说每一个人 他以个人的身份进来 然后以资源者的身份在里面 长期的贡献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都是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贡献者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共同点 然后第二个共同点呢 就是说我们是community of the community 就我们是这个社区的一个大平台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我们不会在讲某一家的 某一家企业 或者某一个具体的技术 而是在讲开源共通的一些东西 这个平台上共通的东西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我们都是非盈利性机构 就是我们 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在这里的话 没有人会说 我是带着这个 我有商业利润 我今年有OKR 我有KPL实现 没有我们在这里没有 可能这里边 我觉得可能是说 如果说共产主义 能够去 就是能够实现的一个体现的话呢 我觉得像这个 就是Koskab 或者说开源社 某种程度上 是一个共产主义 在当今这个时代上 很好的这样一个体现 对 我讲几点 就是跟Koskab 比较相似的地方吧 就总结起来呢 就是我们在歌上 在基因上 就是因为人 其实是相同一群人 然后相似的人在一起呢 然后做的事情呢 就可能会有不同 但是我们大的方向上 就像兄弟一样 然后我们很相似 挺好 表委也说几句 其实我原来在 在微信上面 我分享过一个短视频 就是在说到 台湾的Koskab 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没有人文化 就刚才 刚才Risha也说了一遍 说因为看到没有 为什么没有 没有就该我来做 这是没有人文化 然后我们在这边就fork了一份 就不叫没有人文化 就把它叫做推坑文化 就是遇到一个什么事情 就比如说你站在一个坑边上 你觉得坑挺漂亮的 我就在边上推你 对啊对啊 这个坑多好啊 你下去吧 就那我们在我们这边 就是说但凡有个人 说哎 要不要做一个什么 然后我们就说好好好 这个这个很好的主意啊 要么你去做吧 要么要么你来 对然后一旦他开始做 一旦他开始做了一点点的 尝试之后 我们就在边上拼命的 给他补掌 啊太好了 你做的太棒了 继续往下推 推到他欲罢不能 但其实这个和没有人文化 我觉得就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我们会我们会更对吧 有持续性的关注 一定要把他推到坑里去 不能让他跳回来 这个可能稍有不同 但是我觉得背后的本质 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是的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讲了 20分钟左右了 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时间 理论上我们应该是讲个 40几分钟吧 我自己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子 那其实刚刚都在讲同的部分 我也想讲一下E的部分 因为两边我都参加过嘛 其实从一些基础架构来讲 确实Cost Cup本身 其实在台湾也未必被定义为是一个社群 OK 虽然说这群人是一个社群 但是更像是一个 每年的一个大拜拜 或者是庙会 就是说每年总该办这个活动 然后总得推举一个人来当总召集人 OK简称到总召了 我们这边讲的大概就是一个 类似这个owner 就要一个最核心的人 然后 所以说其实除了办一次大会之外 有一些事情 Cost Cup可能是没有想要把它发展成是一个组织 就不要那么重 我的感觉就是Cost Cup比较轻 它就很明确 就是我就是这个项目 然后每年都搞一次 所以说以开源社或Cost Cup 就是中国开源年会为例 就是除了搞这个活动之外 像刚刚讲的 也像Cory也经营了一个开源社的媒体 对吧 这个公众号 然后我们也会收集很多 就是很多的新闻来去发生 甚至我们自己都会写 然后我们开源社其实是有个微信群的 OK 那当然这个Cost Cup也有Telegram群 也是有的 但是这个性质上来讲 我觉得开源社的微信群 可能更多的是在讲一些这种 什么开源项目的进展 开源的商业的一些发展 或者开源治理等等 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主题性的 就是可能是偏非代码贡献这一块 但是是以开源机制这一块 不管是商业面的 或者是协作面的等等 治理面的在讲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 那另外中国开源的年报 也是开源社 我觉得是一个很 怎么讲 虽然很多机构 或者很多都想搞一个类似这种东西 但是开源社是有它的特色 就是有一个社群 然后是一个 我们用分布式的方式 当然一起去把这个内容给拼起来 所以一开始可能看起来这个东西 看起来不太像一样 就是东受西手 一开始可能你负责这块 你负责这块 但是长期运作下来之后 慢慢慢慢的 它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特色 所以说这些都让我看来 其实如果真的要去对标的话 那Cost Cup的对标 比较像是开源社里面的Cost Cup 就是中国开源年会 但是人之一群 那包含我刚刚也讲了 Cost Cup这群人 有好一部分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重叠 有好一部分可能参加了G0V 那G0V写代码改造社会 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去做了很多的 不同的project 其实这样的project 在开源社里面 也是我们曾经想做 但是还没有做起来的 所以我们是这个 我感觉是兄弟登山 各自借鉴各自努力 然后也希望说 做出一些不同的东西 那另外来讲就是 开源社是非常常 是在线上进行这种讨论 我知道这个Cost Cup也是 但毕竟台湾的开源社群 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聚集在台北 所以说在线下 要进行互动交流 相对还是比较容易 那比如说早期 这可能跟Cost Cup 不一定有关系 比如说Hacking Thursday OK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在台北的时候 每周四晚上 可能是在民权东路 的一家这个咖啡厅 大家在里面 每周四晚上交流 这样的一个风气 其实当时宇昌 到上海工作的时候 也带到SLAG 就是上海Linux User Group 我们简称叫SLAG 这样子 那这样的风气 是在一个城市里面可行 但是我们这几位 比如说我跟Emily Emily在北京 我在上海 我们还有其他 不同城市的一些 开源社的成员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 可能见不太到面 就算我跟表伟 都在上海 平常也见不太到面 对 所以其实我们也要熟悉一个远程协作的方式 也一直在找寻 坦白说远程协作一直都是个问题 但是也是个特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稍稍不一样 对 我们现在我们就往下一个议题去进展 现在大概讲了25分钟 就是第三第四甚至第五 我们当时在写在大纲的时候 其实觉得这些都我们想讲的 但是可以混在一起讲 因为我们参与了开源社 这样的大家庭的归属感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认可他 他就我们就彼此之间就像家人一样 开源社就像我们的家一样 所以我们是互相一起共同成长的 所以我也希望说 大家也都说说看 尤其这个议题也是我们很想邀请Corey来说的 因为这个老中心三代 我们这边没有老了 就中心三代 就是 对 这个中心两代 中心两代 我们也可以讲讲 就是比如说 最早的就是我跟Emily加入到开源社 然后第二波算是表伟 第三波算是Corey吧 对 我们都可以讲讲我们之间的故事 那不是要嫌这个Emily老 而是说这个加入时间比较资格 资格比较老 你可以来说说看 你的一些这种归属感也好 故事也好 这样子 对 我觉得一开始 其实也是跟开源社的这个源起 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一开始呢 就是我觉得开源社 它自己有 它自己在成长 就是其实我会举一个例子 就假设我们每一个人 是一个小树苗 那我们就找了一块地 因为当时我们讲 说在这个 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开源社区 是一片空白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宝地 那这时候我们就拨下了 我们每一个小树苗的种子 那每一个小树苗呢 它自己才会成长 就像有每一个个人 我们会成长 那长成了这个森林呢 森林它也会演进 其实就好像我们刚刚讲了 开源社自己它是在演进的 它从1.0 比如说我们1.0最早的 就是Community of the Committee 有公司赞助的 然后变成了演进到了2.0 然后由这个个人的身份 参与进来 然后再到这个3.0 3.0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说 我们的Young Generation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90后 00后 然后他们进来了 给我们带了很多新的东西 然后到了4.0 疫情时代 以及后疫情时代 然后我们如何面对这个 就是被疫情加速的这个时代 那开源其实在 就某种程度上非常好的 应对了这样的一些危机 那整个开源社本身呢 然后它眼镜了 那在眼镜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你的整个家庭 它好像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这个Family Tree 然后它是在成长的 每一个人呢 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 它可能从一个少年 它变成了一个青年 变成了一个中年 那每一个人的这个 成长的这个阶段呢 然后也会反哺到整个开源社 然后让整个开源社的这个平台 然后越来越就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能量 然后我们的这个触角也达到这个越来越大 那同时呢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一起把我们所有的资源 我们的精力 然后都投入到开源社这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也把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拖起来 然后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一个世界 这是我对这个开源社大家庭的一个理解 那庄老师和Corey 你们随意啊 就是都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就混在一起讲吧 包括刻骨铭心的事也好 包括归属感也好 包括成长也好 它是混在一起的 我就讲一个一个例子 就是其实那时候已经加入开源社很久 已经到2017年了 就是其实我很早就在开源社的群里面讨论了什么的 但是什么时候才会觉得这是我的事情 就是因为2017年那次 我们大概各位都记得 就是说我们在北航 就是北京的航空航天大学 我们办了一次中开源年会 但是那次其实非常的惨淡 就是那个会场 上面有一个演讲的嘉宾在演讲 下面就是零零落落的就三五个人在听演讲 然后我们就当时就只能够现场的去找更多的志愿者 来过去填充那个会场 而且是那个大礼堂吧 就是很空旷这样子 对非常空旷 本来能做满的话 两三百人的那种那种会场 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凑了十几二十几个人 往那个地方去填 然后看上去不那么难看 但事实上大家心里都知道很难看了已经 就是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但是这种感觉 为什么会会给我带来归属感 因为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这件事情没干好是我的问题 或者说是我们这群人的问题 我们既然自称自己是开源社的人 开源社的理事 开源社的志愿者 开源社的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办了一个名字叫做 中国开源年会的大会 然后办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的问题 或者说我们那天 那天Emily可能也有印象 或者Richard也有印象 就是说我们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复盘 在讨论我们为什么没做好 我们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 我们如果接下来第二年 我们咬咬牙 我们还要再办中国开源年会的话 我们要办成什么样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花了很多的心力去投入 在那种讨论当中 一方面是确实是很痛苦 但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聊着聊着又聊出来 某种兴奋感 就是我明年我还得办 而且我就一定要在哪里跌倒 在哪里爬起来 我一定得把它办好了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归属感就出来了 大家庭的感觉也就出来了 其实成长也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 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一次挫败 同时也是一次成长 同时也是因为我们那一群人 不光是我们开源社的人 还有一些朋友 就他们不是开源社的 但他们那天也来了 然后呢 我们相当于是开了个闭门会议 他们花了很多的精力 在给我们提批评提建议 那些朋友一直到现在 也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给开源社提了很多的意见建议 然后帮助我们在成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事实上 我们从经过那一次的讨论之后 我们每年都会办闭门会议 就是开源社的闭门会议 恰恰是我们最有含金量 也是大家最向往的一个聚会 因为就是一群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一年要聚一次 要聊得很深很透 聊到根本就不想走 这种感觉就会出来 然后这种感觉也让我们意识到 开源社最最值钱的 最有价值的是人跟人的连接 这个是对我爱 其实与其说是闭门会议 它并不是说我们搞得很闭远 而是说它比较像是 那个Cose Cup里面讲的BOF 就是同样的羽毛的鸟会聚在一起 叫BOF 就那个Birth of the Feather 这样子 所以说 只是我们找了一个会议室 因为那个现场是有会议室的 对 不是故意避免 大家可以随便进来了 对那一种 对然后 这个我刚好也想到一点 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 开源社 我是他议员 而且他是我的 他是我们的 对吧 其实有一定很重要 比如我以前参加过各种各样的 什么开源的那种 也灌着开源 灌着中国 甚至灌着世界的这种开源会议 OK 在中国其实很多了 对 我就不指明是哪一个 因为有好几个 OK 对 那我都参加过 你这个打击面更大 没事 这个是播给Cose Cup的朋友看的 我觉得在大陆应该看不到 对 就其实他背后有可能不同的组织 他去办理 但是给我的感觉都是 可能有的很冠冕弹簧 有的很商业气息 有的很怎么样 就是让我感觉 他不对味 就是他不是我要的 所以其实当时我来了 那我觉得没有 我们new了一个 然后并且参考了很多Cose Cup的精神 那我自然觉得 我是属于Cose Cup 我当然是属于Cose Cup的 我是属于开源社的 然后这个基因就一脉相传 所以其实与其说 我们是要去拓展更多的人 加入到开源社 不如说是 我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活动 去接触到各种人 筛选出像我们的人 加入到开源社 就我们不是为了要去拓展 而是为了找到相同的灵魂 OK 所以说大概是这样子 对的 补充一下 就是相似的灵魂总会相遇 然后相似的基因的人 总会做出很类似的事情 是的 那个Corey你也可以聊聊 就说这个 你的归属感 当然你刚刚也讲了一些 包含一些什么刻骨铭心的 都可以说一说 好 我今天其实在分享之前 我就在跟庄老师聊一个事 就是我为什么会留在开源社 我前两天突然 就是跟朋友聊着聊着 我想通了 就是在我心里有两件事 是很重要的 对我来说开源社 第一个是媒体组的志愿者 然后第二个就是理事会的老师 当然这个老师可能除了理事会 然后也会有一些别的 跟我接触很多的 像许盈 像浩云 就是范指嘛 就是像这些老师们 还有志愿者对我来说 是特别特别可贵的 我从理事会开始说吧 就为什么会觉得 理事会的老师 对我来说很珍贵 就是首先他们从 就是人来说 大家都是大厂的老师 就都是有种榜样的力量 就觉得 哇我是在和一群 特别优秀的人共识 而我还不够 然后我一定想向他们去学习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就是经常 就是虽然有时候 Ted老师会直接在理事会的会场 就是说Coreen 你这个做得不好 你这个东西 怎么会议时间都把握得不好 怎么那么潮 但是呢 他会后又会特别重可能来找我 然后呢 告诉我 有些事呢 你要放宽心 大家都是个志愿者组织 你不要压力那么大 然后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不断地 怎么说 就不断地在学习 然后呢 在不断地接受反馈 然后在进一步 而且 我就记得 最开始吧 我进理事会的第一件工作 就是我要做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了 然后那天我记得 我去找庄老师 我以为庄老师会很随意地跟我说 没事的 随便搞搞好 对 然后但是庄老师就是很认真 当时给我写了 大概有三 就应该有六行左右 然后还分了类 然后说我们这个会议记录 要怎么去做 然后一般我们会先有记录 然后再有纪要 然后这样的话能方便 就是大家做一个会后的一个回顾 看到最经验的内容 然后我就感觉 这些老师他在教我 在教我怎么去做事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有时候会跟自己说 我也太幸福了吧 虽然就是毕业之后 没有进大厂工作 但是我身边有一群大厂的老师 做我的代教老师在教我 然后我这种真的幸福感爆棚 对 然后我就是想到理事会的时候 因为周老师刚刚前面有说嘛 就是他有说到说 有一天他觉得有一件 就是有一件事情 这就是自己的事 就需要我来做好 所以我也想到了一个 就是在20年年底的时候 Richard在理事会上 就是分享了台湾的一个开源年报 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有使命感 我说那开源社的年报我来做 对 我也当时没想什么 可能像庄老师看来 就是他把我放到了坑边 然后准备把我一脚踢下去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 这个事我要做 我要把它做好 然后到21年 我记得年末理事会总结的时候 我也是就是都没有商量 我可以自己去写会议记录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这个议题扔出来 我说今年我们要做21年的年报了 然后公布了一下这个事 然后我说好今年我继续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然后也找到了自己 想要一心做好的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 对我来说也是很宝贵的经历 还有一个就是媒体组的志愿者 我觉得志愿者对我来说 我可能分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 我就是从一个什么都不会 可能就学了学校理论知识 但是实操都不会的一个小同学 就加入了开车 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 斯英姐和舒敏姐两个人特别费心的带我 然后从那种航语航的断句 然后中英文之间的空格 就很细致的在带 然后到这个 然后再到后面 我就记得就是逐渐的 它可以放开让我去做一些 自己尝射之后 然后我也会 就是主动的用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平台 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像今天我记得 就是昨天晚上觉得很好玩 因为前天就是 Cincia告诉我说 我们要做一个 Cincia出品人的一个邀请团 然后我当时觉得 哇H5没做过高端啊 然后我要试一下 然后我就去 把它学了 把它做过来了 我觉得开车是给了我一个 特别开放的一个环境 就是只要我有想法 我就可以去做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老师们会不停地去鼓励我 并且去提供很多的建议 就像庄老师今天就说 你多放点照片这样吸引人 虽然我心里当时觉得很为难了 就是这个图我怎么加不上去 对 但是确实有老师们陪伴 对了是很可贵 还有第二块 就是和媒体组的志愿者相关的 就是我也逐渐地从一个小编 然后做到了媒体组的组长 然后我也去招募了自己的志愿者 有自己的一个核心的团队 我开始觉得我需要对他们去负责 虽然这种负责可能有时候压力会很大 但是它激发了我 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 我给媒体组建立了 就是我们自己的架构 然后去培养了我们自己的每个小分组的 比如说渠道的文案的设计的 视频的小组长 然后再陪着他们去带新的人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新的策划等等 我就感觉 我觉得我好像能做的比以前会更多 然后我的成长的空间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到现在我都觉得很感谢 人是这个很开放的平台吧 我这个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想 说一下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Corey他讲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觉得开车有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说 我只要想到这个idea 我把它说出来了 然后就会说这个idea很好 我们一起来把它实现吧 我觉得这种例子特别的多 就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 我就开车社的几个就是比较知名的品牌 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idea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015年的时候 当时我其实我们就是看到了 就是国外做这种开发者的一个报告 我们发现国内没有 说那我们就做一个中国开发者的这样的一个年度报告吧 其实就现在的中国开源年报 一开始其实仅仅只是一个savit 就是一个调研 那做这个savit的话呢 你就发问卷 然后你就把它搜回来 然后我记得还是赵生宇做的这个分析 但是第二年就不一样了 第二年之后呢 我们就加入了这个就是数据的分析 就是当时我们还就把整个GitHub的数据 当时是用的指南针的这样的一套方案 然后第二年就会有人过来说 那我要加进来 我要加一个章节 然后到第三年呢 又会有人加进来说 我们加一个就是大师的洞察篇 就是我们加一些就是这种观念进去 我们加一些深度的分析进去 然后到了最近的一年呢 然后就VC也做来了 也过来了 他说我们加一下开源与商业 那你会发现就是说 你一开始你可能是前面那个说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 我们调了一个旗帜 你走着走着 发现后面跟着你一起走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其实开源与商业很多的品牌 都是这么做起来的 比如像最近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要做一个中国开源的地图 就你这个事情 你说你这个idea一旦抛出去了 就很多人就 就是大家都结肝起意 或者说就开始就呼应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做起来的 所以就是Corey的亲身感受 其实也验证了开源与商业的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呢 就是说的 我们有一个比较这个 这个接地气的说法 就是我们要把吹过的牛呢 一个一个的去实现 那个中国开源地 就是我吹的牛 但别人实现 对对对 所以我刚听到觉得心里一颤 我的贡献太少了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刚听到这个 我忍不住 也想这个echo一下 这跟刚刚我们会前对的 好像都逻辑不太一样 不过没关系 就是说其实 为什么我们 我觉得我们在做很多事情 都是秉持的跟开源很像的精神 就是我们一开始先做 就算做得很 看起来很稠很差 或者说是像北航那一次 对吧 那会议做得很妙 或者中国开源报告 一开始就是一个survey 就超简单 但是呢 不断坚持 版本不断迭代 然后呢 用开源的方式 让ownership可以 大家参与进来 你也可以是个owner 对 而不是说 那已经是哪家公司 那已经哪个组织的 或者说那个组织 跟我不对盘啥的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很中立的 慢慢慢慢的就迭代 然后把大家都卷进来 甚至大家会觉得说 我该在里面有 一点话语权 否则我在我的组织 发了再多什么报 或者办了再多会 那个就是代表 只是一方的一个情况 我们是四方都来开源社 对吧 这个四面八方都过来 所以我觉得 能坚持那么多年 做到这边 我实在是觉得 我内心还是觉得 挺欣慰的 就从最初 这个14年成立到现在 对 所以搞不好我们 如果说开源社10年了 甚至比如说 CostCover20年了 我觉得这个里程碑 都很重要的 那再讲几个 刻骨铭线的事吧 因为我们现在 大概聊了40分钟左右 我们最多 我们最多聊50分钟 今天不能聊太久 对 还有什么要分享一下 这个刻骨铭心的一些事 所以刚刚表伟讲的 然后这个 但是你没讲 瑞夏你没讲 对 这个我刚刚边讲 就边讲这个好personal 就是说这个情况 我这么说 其实 这也跟共同成长有关 就是很多人会问我说 到底开源社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 甚至那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对开源没兴趣的人 只谈利益的人 都听完之后都觉得 这还是有点利益 是什么事情呢 就当年14年 我在Git Cafe 可能很多老朋友都知道 对吧 我从台湾中研院离开 到Git Cafe 然后刚好Git Cafe 是开源社的创始成员之一 然后呢 后来Git Cafe 可能运作了 到后来就有些这种 比较困难 因为15年的下半年 其实整个中国的 这个股市啊 这个金融啊都崩盘 简单说就是 那时候中国成长了很多年 但那时候往下掉 所以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来讲 其实那时候也是靠融资 在过活嘛 所以其实危机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那时候15年的9月10月 我就感受到 公司的一些危机了 但那时候 这个宝宝心里 我这样宝宝不能说 对吧 就是说作为还是 当时公司也很 很重要的一个成员 我也不能够去说嘛 那那时候在开元年会 也是我们第一次办了 那时候叫做Apache Roadshow 就是说在我们正式办 中国开元年会之前 15年 我们其实那时候算是 跟Apache基金会合作 在中国第一次做了这个 联合开元社 跟Apache官方 一起搞了这个 在北京落地的会议 其实应该是在10月份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想 这个我的工作可能后面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在开元年会 就是说这个Apache Roadshow 也是私下的也认识 接触到很多人 再加上自己也算是核心成员 有一些好处吧 就是说可以跟这些 几个大厂什么都聊 所以其实聊了一些公司 跟组织之后 那也能够找到后续 在华为公司工作的一些机会 就说白点 这至少让我有个机会 能进入到华为公司 甚至我进华为公司之后 很多同事还说 你怎么会是什么 开元社的理事 或者说你怎么做到 公司有什么流程要申请 我说我进公司前 就是开元社的理事 对就是说 这个也就是说在社区上 有一定的这样的connection 有一定的贡献 跟一定的关系 那如果说你所要加入的公司 也是对开元有这个 觉得对他公司发展有好处的 其实这样的人在公司里 也非常罕见 整个华为19万员工 可能有开元经验的 甚至在开元组织的 这个就相对比较少 对所以其实 如果我真的跟一些 比如说可能我的家人 或者是一些只谈 这个不谈开元精神的 这一些朋友们讲 我也会说 开元社让我找到工作 而且让我这个个人的 可能这个未来的发展 也变得更好 这也是一个 但是我不太爱讲这个 是因为之前有一次 我去中科院 在北四环中科院 研究院 中科大研究院 去讲开元 那次也是我们在 我还记得是14还15年 那时候是开元者行 就我们一个高校部 到了一个活动 那个Emily肯定记得 就是在那研究生命 我就讲说 其实参加开元社觉得好处 那他们就问我说 那你就就开始跟我挑战 就是说你这到底有什么用 那找到工作 我找个 我找到店很厉害 我找到猎头什么样的 不是也能找到吗 等等的 所以其实就是每个人 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我真的不是怀抱着 我为了找机会 所以去那个大会 而是我是这个大会的一份子 然后他提供了我机会 所以这就是我跟开元社 共同成长 然后当时很刻骨铭心 是因为找不到工作 怎么办 没钱 我就要滚回台湾了 对吧 心理压力很大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小故事 其实我也观察到 就是真正在开元社 做得非常突出 很优秀的人 他其实从来都不愁 找不到工作 就是自然而然 就很多机会就会找到他 所以我觉得就说 这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说 你但凡有一个idea 就会有疫情人说 我们一起来去实现 然后我觉得有这样 好的一个机会 其实你根本就不会 愁找不到工作的事情 当然我们在做 这些事情的时候 也没有抱着 这么功利的态度来了 对 所以说其实开元社 有很多的 这个附加的作用 那核心还是说 我真的是因为爱他 我愿意去贡献 我成就他 参与人社 或者是社群 也成就了我们自己 我觉得这是个 正向的一个循环 所以说我也希望说 当然能够参加Cost Cup 并且听到我们议题的朋友们 你们已经走上了 这个正确的这条路 那有的可能已经是老朋友 都很深的 有的可能才刚进来 比如说现在你可能才 才刚读大学 甚至你才刚读高中 对吧 你听到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这个什么 心灵鸡汤的这种 什么邪教团体之类的 就是说我们是真的 怀抱的一个爱开元的心 所以说就是跟大家也 说一说我们的一些见证 这个讲的好像 很像是传教的 传教团体 但其实很有趣的是 开元里面很多也 很多的用词也模仿了宗教 比如说我们说开元传教士 Evangelist 技术传教士 Evangelist就是传福音的人 就是说在英文的原来的意思 其实是传福音的人 所以我感觉我们现在也是在传一个福音 只是它是 about开元这样的一个内容 对 大家有没有想最后 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 要不要在最后简单的总结 大家一些想法 然后趁这个机会也 算是单方面的 broadcast 给台湾的朋友 但是我们还会有一个交流环节 这个交流环节 就是到时候也 大家也会在线上 就是说跟大家在Costco 远程的方式用文字或什么交流 然后刚刚我想到了 Corey讲的Ted老师 他现在也是在台湾 他是住在高雄 Ted老师 我这边顺便提一句 虽然他现在不在我们这个上面 真的要讲老中心三代的话 我真的感觉他是老 因为Ted老师已经退休了 他是真正的退休 他的小孩都赌大学了 OK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 他也是退休回到高雄 之前在中国大陆 也是做了很多年的工作 那包含开源社 成立之处到现在 所以说他也在这个Costco现场 就是说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做互动 所以说其实呢 这个我们都代表了不同的人设背景 但是我们都是一群爱开源的人 好那最后大家都简单讲几句话吧 要不要 那我说一句话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 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工作 我们把这些工作叫一个一个的job 但是呢 我们会把开源当作我们终身的一个事业 我讲完了 好很好很好 那我来吧 我觉得开源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快乐的事情 因为我可以不断的去学习 然后终身的去学习 还有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 然后他们可能会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后开源也正在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愿意一直的坚持下去 然后为开源社和中国的开源事业 做出一些自己的努力 我想说的是热爱 热爱开源或者热爱任何一件事情 然后非常开心的 非常愉快的 非常投入的去做它 就会让你的浑身都散发出那种光芒 这种光芒会吸引很多人过来接近 这个是最大的价值 那最后其实我自己的感触比较深了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长期定居在大陆的一个台湾开源人 对吧 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是比较这个 就比较unique的 然后对我来讲 其实开源这个东西是不去区分在什么地方的 那有的人会问我说 那你搞这个 比如说以前在台湾我们做Cost Cup也好 或者是我曾经在早期也参加70B也好 然后我后来到了大陆去做开源社 中国开源年会 那到底我的心在哪里 甚至有人会调侃我说 你在中国大陆混得不错 什么的风生水起 啥乐之类的 其实说白点 我的心其实是在开源 不论这个开源是在哪里 就是说 对我是说认真的 就是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方法论 然后我们虽然是在不同地方的人 甚至你不要想是中国人也好 或是外国人也好 台湾人也好 我们地球人都是同一种人 可能有不同的文化语言国家地区 OK 但是对我来讲 这些是可以把我们串在一起 像刚好大家也可以看到背后的仕途 在各位的仕途都是一个地球 这也是我们某一年的开源年会的一个主题 我们希望说我们就是一个世界人 我们是地球人 开源把我们都串在一起 所以其实我很希望说 在台湾的开源人 可能看技术看什么东西 我们经常是看美国的 但是我认为是看产业的发展 或者说看开源人 甚至文化相通部分 两岸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这种 比较容易交流 至少我们的母语都是中文 对 所以对我来讲 我们交流太少了 那我一直很希望作为中间的桥梁 这也是为什么每年Cost Cup里面 会有Costcom开源设的内容 然后我们每年Costcom也会邀请 台湾的开源的 还有香港的开源的朋友 也一起来参与 就是因为对我来讲 这些真的是 就摒除掉那一些 可能我们管不了 我们也不想管的政治 对 我是觉得我们通过开源通过技术 我们可以连接在一起 这是我内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志向 所以说这个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 也很希望说大家就是 虽然远程的这样交流 但是只要疫情没了 希望大家都互相再互动起来 好 那最后呢 我作为主持人呢 再案例一句话 就是我们不是只有今天这个议题 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好多个议题 开源设合作的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议程表看到 比如说我们庄老师还会去讲一讲 开源跟标准 那我觉得这个议题本身呢 就是一个 可能在台湾比较少听到的 台湾可能是去参与到某一个开源项目 去加入一个标准 OK 那开源跟标准的关系是啥呢 那另外呢 比如说这个王老师 王伟老师也是我们的这个理事 副理事长 他也会讲一下开源跟教育 他在华师大 当中有这种各种的一些实践 那到底开源跟教育之间的关联 台湾有很多的开源的这些老师 像我以前在这个成功大学 有杨老师 或者说有苏老师等等的 或者是说像我们的这个Jasef大神 黄老师 对吧 他以前也曾经在学校教育课 就我们开源跟教育之间的观点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听听看 那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free call camp 我们邀请到米亚跟这个水哥 来去讲述他们如何在中国 去成立这样的一个free call camp 然后做的挺好的 以及有各种像中国开源年度报告的解读 OK 那我们也找到之前是Frank 然后Frank说他已经是老人了 他退下来 让顾业名也就是他们实验室 里面的同学来去解读 我觉得这些都很好 所以其实我们开源是有很多的议题 那当然除了我们这一次的合作的这些议题之外 如果大家还有一点空有点兴趣 可以上网就来看 不管是我们去年的这些 或者前年的各种的中国开源年会当中的议题也好 那甚至我们今年 我们现在正在真稿当中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于这一个 就是要投稿到这个中国开源年会的 也希望说大家也都可以交流 那当然我们你投稿过来肯定是线上 现在可能往返两岸疫情关系 还是不方便 但我就鼓吹一下 希望大家交流起来 好的那今天最后呢还是超时了一点点 我们就讲了大概55分钟左右 那接下来的话就有一些这个现场问答环节 也可以由Ted老师来带我回答 我们也会在线上去交流 好那今天也谢谢线上的三位嘉宾 也谢谢大家 好再见再见 拜拜 拜拜